网络发生话题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港女命案凶贤陈同佳到底要不要来台湾投案 那么现在蓝绿双方交火 炮火可以说是越来越猛烈了 那么陈同佳他一开始是表达说他愿意来台湾投案 但是现在他来台湾的时间点始终沉迷 而现在更传出为了避免卷入蓝绿的政治角力 他很有可能会等到台湾2020总统大选水完之后才会成行 而针对这个问题行政院长苏仁昌没有多做回应 反倒是紧抓媒体最近报道说有一位蓝营的国师级法界大佬 献策港府要陈同佳自首一室 炮轰蓝营跟前总统马英九 说马前总统与担任律师的密友一搭一刹 企图为反送中解套 更怒呛说这个照妖镜一照 魔鬼还有魔鬼中的魔鬼一一现行 而且苏葵话讲完还补上了哼的一声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看起来是相当的不以为然 港女相识命案凶嫌陈同佳在香港出狱之后 主动表达有意愿投案 一度传出他可能要等到明年大选之后才会成行 行政院长苏仁昌没针对投案时间做回应 反倒把炮火对准来赢 马英九的密友律师已经到香港为港府 反送中解套来剥话 他的律师为凶手辩父 马英九再来扮演哽咽同情被害家属 正邪牧师 居肩跑腿砍高啊 国民党再来邀喝唱喝 苏仁昌重炮抨击马英九 把话题转向陈同佳自首 是来营的剧本 照妖镜一照 魔鬼跟魔鬼中的魔鬼一一现行 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 台湾被卖了 我们还在帮人家算钱呢 嘿 憑魔鬼现行记 因为有报导指出 陈同佳狱中教化牧师管浩铭 曾经二度来台 咨询律师就是来营国师级法界大佬 而这位大佬侧动陈同佳 以自首的名义来台受审 港府就能从反送中困境中脱身 只是媒体没点名大佬是谁 而他说了 你在讲的应该是 履律事务所的陈长文律师 绿营向捡刀枪继续欺力猛攻 香港让一个杀人犯 爬爬罩自由行三个月 香港人民 我想他们受得了吗 这跟台湾的选举考量没有关系吧 因为所谓的他是不是三个月要来 是香港那边放出来的 他也可以明天就来 我们的对口单位都已经开放 随时开放 陈同佳来台头案 案情还没新进度 台湾政坛先互批政治操作 好 我们刚刚带大家看到 行政院长苏仁昌 今天的炮火非常的猛烈 他点名蓝音音跟前总统马英九 是照妖镜一照 魔鬼中的魔鬼一一现行 那么马英九今天仍在金门 也隔空回呛了 他回呛民进党犯了一连串的错误 然后乱找替罪羔羊 说这话的人不适合担任行政院长 他更说 苏仁昌公然地释放假新闻 要负法律责任 而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也痛凭苏仁昌讲的才是魔鬼的话 我派陈长威去香港 这个已经荒唐到我 让我不知所措的地步了 像讲这些话的人 我觉得当院长不太合适了 陈同家案掀起蓝营阴谋论 马英九不满回向苏仁昌要负法律责任 马英九在金门亲上火线 反击苏仁昌的魔鬼现行说 在台北的办公室 更在第一时间发声明 堂堂的行政院长带头造谣 含沙摄影抹黑前总统 满脑子政治算计满嘴选举语言 这是让国人蒙羞 党主席吴敦毅再捕一枪 苏先生讲这个话 真是叫他所说的就魔鬼的话 他讲的是魔鬼的话 蓝绿政治攻防再被点燃 因为牧师管浩铭来台 曾和陈长文见面 进而传出国民党和中国联手的阴谋论 陈长文和马英九是多年好友 过去曾担任过行政院政务顾问 也是海协交流基金会首任秘书长 曾经以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的身份 到中国参与两岸协商 擅长超国界法律 事务所经手拉法烟案 马英九特别废案 陈长家案进展扑朔迷离 这回蓝营也被卷入 第一时间立即回应 试图掌控议题主导权 有机会的 担任